金华城案持续延烧 曾经在柯市府当过副市长 现任高雄市副市长林清荣 在8月底已经发过声明 强调在担任台北市副市长 到目前为止 和沈沁金以及相关的律师 都没有接触过和金华城案切割 如今再发声明 他强调当时 他当台北市都委会的主席 不过主张是和台北市的 都法局立场一致 在审查的过程 反对威京集团的主张 而他也强调 因为金华城案是 透过监察院先纠正 因此当时台北市都法局主张 要尊重监察院提到容积率 是560%的纠正意见 当时都法局同意容积率 是560% 而不是现在的比例 在相关的公展计划书当中 也表明明确反对